从前有这么一家 家里有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从打她的爹爹娶了继母娘 这个小姑娘就总是受继母娘的气 在家里什么活都得她来干 这天小姑娘早晨起来做好了饭 往出捞的时候撒到锅台上一点 这时就见一个小白耗子跑了出来 吃锅台上的饭 从这以后 小姑娘就天天给这只白耗子撒点饭 白耗子很感激这个小姑娘 就从妇人家倒来一副银镯子 偷偷地藏在小姑娘 给家里小孩洗尿布的盆里 还用尿布盖好 偏偏这天继母娘翻尿布盆 看见了这副银镯子 问小姑娘从哪来的 小姑娘说不知道 等小姑娘的爹爹外出干活回来 继母娘就把这事告诉了她 说小姑娘不守规矩 一定是和外面的什么人有勾搭 那人送给她的 还挑拨她 让她把小姑娘弄走 不能让她再回来 小姑娘的爹爹怕老婆 这天她对小姑娘说 我把你送你姥姥家住一阵子吧 小姑娘说 我从来也没见过姥姥呀 我有姥姥吗 她爹爹说 你姥姥家挺远 小时候去过 你没记住 说完 就让小姑娘坐上手推车 把她推走了 走了不知有多远 天快黑了 小姑娘的爹爹放下车 让她把两个手伸出来 小姑娘不知怎么回事 就把手伸了出来 她的爹爹 把身后别的斧子抽出来 照着她的两手就砍下去 把她的两手给砍掉了 又把她推到山沟里就跑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 小姑娘醒了过来 她疼得站不起来 就往前爬 也不知道爬了多远 就爬到一家后园子的杏树下 小姑娘也饿坏了 就用嘴啃吊在地上的杏 这家里有三口人 哥哥 嫂子 领着个小叔子过日子 嫂子是个贤惠的人 对小叔子可好了 家里挺穷 她也想发供她念书 这天要吃饭了 她让小叔子到后园子里 拔几颗葱 到后园子 她吓得大喊起来 割草不知出了什么事 就跑到后园子 只见一个没手的小姑娘 血淋淋地躺在地上 他们赶忙把她抬到屋里 给她包上了伤口 就问小姑娘是哪儿来的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小姑娘就把经过说了 他们都气够呛 转眼 小姑娘的伤好了 可她什么也不能干 心里挺不得劲 这天 嫂子就对她说 你以后啊 就留在我家里吧 给我弟弟做媳妇 小姑娘红着脸说 我没有手 什么也不能干 你们会嫌我 白养活我有啥用 嫂子说 什么也不用你干 我弟弟也不会嫌你 就这样 小姑娘就做了 这家的弟媳妇 一家人对她都挺好 这年 弟弟要到京城赶考 临走 她对嫂子说 我走了 就请嫂子多多照顾我的媳妇 等我中了状元 就回来接你们 嫂子说 家里的事 你就不用挂心了 你媳妇 我会照顾好的 可有一条 中了状元 可不能变心 她一一答应了 丈夫走了不长的日子 她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哥哥嫂子高兴得不得了 对她照顾得更细心了 小孩的吃穿用 嫂子都包了下来 日子过得挺和气 三年一晃过去了 她的丈夫考上了投名状元了 京都离他们家很远很远 邮差把喜报和信送到他们家 要走几天的路 这一天 送信的邮差走到一个山村的小客房门前 天已经黑了 她要在这里住一宿 第二天再接着赶路 开店的是夫妻俩 他们听邮差和别的住店人说 一个没有手的女人真有福 丈夫这次考上了状元 夫妻俩一听 心里就合计开了 原来他们就是害自己女儿的那两口子 这个继母娘心里恨得慌 骂她丈夫为什么不把那小姑娘弄死 她来到前屋对邮差说 要看看状元喜报是什么样的 邮差顺手就把信口袋递给她 她假装说要让丈夫也看看 就把信口袋拿到礼物 打开一看 信里真有小姑娘的名 就把信给改了 写上 无手之人不可留 写完后 又把信和喜报装进信口袋 拿出屋来递给邮差 嘴里不住的说 真有福气 邮差哪里知道 信已经让他们给改了 邮差把信和喜报送到了状元家 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嫂子看着看着信 不笑了 后来就哭了 嘴里说 这个坏良心的 她变心了 听嫂子这样一说 她心里好不难受 对嫂子说 嫂子 她现在是状元了 我是个没手的人 怎么配得上她呢 这样吧 我带着孩子走 你们对我的好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嫂子说 你没有手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她说 嫂子你尽管放心 我会把孩子养大的 哥嫂怎么留也留不住 没有办法 嫂子只好给他们娘俩拿了钱 又带上不少波波 最后又拿出一副盐镯子 给小孩带上 对她说 这是她爹小时候带的 就给她带上吧 也算留个信物 就这样 她领着孩子走了 他们娘俩不知走了多远 天就黑下来了 这时就见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 在一个柴火堆边上烤火 这老太太见了他们娘俩 就招呼说 姑娘啊 过来烤烤火吧 拐动手的 她对老太太说 我是没有手的人啊 老太太又说 我原来也是没有手的 一烤火 手就长出来了 你快来烤吧 她就领着孩子走到火堆旁边 伸出两个胳膊 在火上一烤 真的长出两只手来 她高兴坏了 心想这回我可有手了 不愁不能干活了 老太太问他们俩要到哪儿去 她说他们没有家 也不知道去哪儿 老太太就说呀 前边不远有个姑子庙 你们就先到那地方 那个老姑子能帮你的忙 老太太说完就走了 她领着孩子来到姑子庙 叫开了门 等老姑子说明了原由 老姑子说 这样吧 你可以在庙上干杂活 只是不能让你的孩子乱跑 不能让到庙上求神拜佛的人 看见这里有小孩 她答应了 娘脸儿就在姑子庙里住了下来 过了不几天 一个心重的状元回家夸官 路过姑子庙 进庙里歇脚 老姑子连忙到后院对她说 一个状元老爷在前堂歇脚 你可得看住孩子 不能让他乱跑 偏偏他干活的时候就没看住 这小孩跑到了前堂 被状元看见了 状元一看 这孩子长得挺像资格 又看见小孩的手脖子上 戴的两个镯子 和他小时候戴的一样 就问老姑子了 师父 这庙上怎么有小孩啊 老姑子吓得说了实话 状元又说 请把他的母亲找来 老姑子连忙把他找来 边走 边瞒边怨说 叫你把孩子看住 你到底还是没看住 这要是让状元老爷怪罪下来 可怎么好 来到前堂 状元一看 进来的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媳妇 只是多出了两只手 就问他 你们娘俩怎么到这里来 难道是哥嫂把你们给撵出来了 原来 这个状元老爷正是他的丈夫 听他一问 他就哭了 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他说了 状元一听好不生气说 我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话 等我查出谁是这恶人 一定重重致罪 又对他说 你们娘俩就跟我一起回家吧 见弟弟考上了状元 回家夸官 哥嫂也很高兴 进到屋里 嫂子就问他 你怎么中了状元就变心呢 他说 怎么变心了呢 我不是说考中了状元就回来接你们吗 我这不回来了吗 嫂子说 那你为啥写信说不要自个儿的媳妇 害得他们娘俩现在不知道在哪受苦 他对嫂子笑着说 嫂子你看 他们娘俩不是回来了吗 嫂子往门外一看 见弟媳和小侄儿真的回来了 又惊又喜 忙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 状元说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得查问送信的邮差了 他打发人去找邮差 要查问明白 邮差给找来了 状元就问 是你把我的信改了吗 邮差吓得连连叩头说 不是 他又问 那在你送信的路上 有谁看过信没有 邮差一想 就把那天晚上在一家小店住宿 那开店的夫妻俩 怎么看喜报的事说了 状元一听 就说 把那夫妻俩找来问个明白 差人就到那个村子里 把开店的夫妻俩找了来 一进门 男的就认出在状元老爷边上站的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吓得头一点也不敢抬起来 他的女儿也认出这夫妻俩就是害他的亲爹和继母娘 经状元一审 改信的正是那个继母娘 状元就命手下人把这两个恶人打下监牢 打这以后 状元把哥嫂和自己的妻儿接到京城 过上了富贵日子 听说听完故事 点赞加关注的朋友们 身体会越来越好 财源会越来越广进 家庭会越来越和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